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早前政府封闭了多个口岸 又实施了来港人士14天的强制隔离 加上限聚令、食市限座规定等严厉的抗疫措施 令香港的市面一片萧条 失去了港旅客支持、旅游业、零售业都变得苟然残喘 失业率已经达到10年的新高 在疫情的阴迷下 究竟怎样才可以保障到市民的安全 又可以救救香港的经济呢? 今年年初疫情爆发的第一波时候 香港口罩供应短缺 连政府都爱莫能助 当时民间有心人自发开设了口罩的社企 运用民间力量一解口罩方 又为约细社群创造了就业 面对今时今日疫情持续的经济困扰 民间力量又能不能够找到办法去应对呢? 今次请来社企口罩厂 口罩博士Dr.Mask的CEO林浩云 跟大家讲一讲 怎样才可以做到 令香港在抗疫的同时 又可以维持到本港的经济 首先多谢Howard今次接受访问 Howard 其实疫情持续了快一年 你看到香港的市道 各行各业面对着什么困境呢? 困境又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因素呢? 首先多谢Vanessa的邀请 我觉得由事件发生到疫情 其实都相当一年时间 这一年时间里面 我看到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上的收缩 因为我们一向 本身香港的市场 除了是自己七百万市民之外 都有很多游客 我们本身的饼 已经准备可以迎接大量的游客 都做到这一生意 但突然之间一闭关 就全部这些没了 但我们的成本架构 是打算设计到迎接这么大的饼 变成了我们现有的七百万市民 能不能够承托这个成本机制 去令到生意可以持续呢? 这是现在面对最大的困境 是很难去把饼收缩和成本控制 这么快去控制得好 明白 世界各地疫情都未受控 如果默贸然开关 也未必是明智之举的 但如果看回澳门 已经开放了给珠海的居民 用月康码 和国内其他的省市民 以指本检测报告出入 香港有没有地方可以借镜呢? 香港绝对可以借镜 因为我们最邻近的城市 以澳门为例 现在都不是全部 国内和澳门也好 都不是去到零确诊 才能启动健康码 那个胡同 这个开关的前置 就是一定要看下 本身的城市里面 做了什么措施 譬如我们香港 现在又有限聚令 也有全民必需戴口罩 我们之前都去检测 现在我们有时觉得 这个检测也好 或者疫情也好 有时太旺贵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我们很希望可以参考 这么多的城市 有没有一些价裂物美的方案 亦都是快的方案 有时我们讲的这个测试 不只是讲试试 screening 即是说西查那部分都重要 很希望这两个到位的话 就尽量可以去 真是叫由零开始 很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在香港范围做到 而去证实给附近城市看 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些措施 我觉得有一个很完善的追踪机制 亦都有一个检测机制 我都希望快点 这个健康码可以在香港实行 是的 还有很坦白 Howard 如果你说完全只是做到 要等香港零确诊一段14天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可能性真的比较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是政府都应该去想 就是说 如果一个数字没有持续飙升 维持一个单位数字 就是一直保持到的 其实政府真的应该要想一想 这个绝对是 因为我觉得 单位数字就已经是反映到 起码在那个社区爆发的力量 已经是控制范围之内 再加上有些是外来 有些是本地 而本地也有一个叫追踪机制 还有现在我们的检疫措施 也都是相当完善 由哪一个群组 哪个高危 哪个低危 其实都有一个风险评估 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 同意啊 早前政府研究港版的健康码 坊间亦都讨论过大湾区里面 使用健康码进出的 你认为可不可行 政府又应该怎样去实施呢 大湾区里面进出 这个是绝对可行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一开始我们讲大湾区 先是不是旅游 我觉得那个做法 先是以一个行业主导 就是说由哪一个行业 它是进出大湾区 去拜这些叫群组 叫行业群组 我们才开放了它 令到商业活动可以先做 从而慢慢慢慢 就可以确展去到旅游 其他方位 如果我们要启动这个健康码 可不可以用一个行业的领导 为开始一个事行 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假设有些什么爆发也好 都可以追踪到 由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界别 如果发生事 从而去放宽或者去收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一个叫做先道计划去做 目前各行各业 都面对两难的局面 疫情一日未退却 一日都很难保安全 但完全限制人流 又没有生意 生存都是成问题的 你觉得做生意 可以怎样自救呢 口罩差不多都快要適微了 越来越多人做了 口罩的社会企业是做什么呢 我们又去转型了 接下来我们就想一些快速测试的试制 要做到怎样呢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些朋友要去过关 他们要做一些测试 才可以申请 当时是说去医院做都要超过 1,600至2,000元一次 我们就觉得这个成本 不是每个市民负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就和了一间香港的初床公司 姓赵先生 他就在美国有个专利 就做这些快速测试 他可以平到差不多80元 以下都可以做到一个测试 怎样能够用最便宜的成本 最快速的时间 他在20分钟内已经有结果 现在我们的口罩公司 也都和这个快速测试的公司 做一个合作 很希望尽快推出来 我们第一个重点项目推出是在哪里呢 就是想在软舍 我们发现很多高危的地方 在软舍的原因 你想想我们在软舍里的长者 其实他们是不会出街的 为什么他们会惹到呢 就是因为 做事的工人是分上下午两间 他们会在不同时段服务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之前 即使是高危群组测试 你记得我们有一个形式 就叫第一口水的潭 垂下来 那夜间那些上班 你怎样由早上流到夜晚 去垂下来 所以有时又有时间的差别 现在我们想做到的就是 这个快速测试就是 每一位做这些高危的学业 譬如院舍或者学校也好 你上班前做一做这个测试 说的成本是八十元左右 一个测试 negative 阴性了 你就上班 二十分钟来就知道了 譬如你说一间学校 哪些是最敏感的地方呢 饭堂 因为饭堂就是很多地方 它要脱口罩的地方 你煮菜也好 你去全菜也好 院舍也是的 如果你说成本问题 不可以每个人做 饭堂 因为院舍的饭堂 又是会有日间护理的人 进来吃饭 他也吃饭 总之你将这些 我们叫做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就是关键控制点 拿得住 而且是一个 价廉物美的方法 就是我们希望将疫情 尽快尽快控制 尽快尽快通关的一个希望 我也很希望你们快点 可以做到这件事 如果你说八十元 可以有一个二十分钟的测试 我想真的帮到香港很多 香港目前在中国整体之下 经济表现最差的一环 如果我们要追赶上去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是否可以跟国内通关 是我们最少要追求的 我们要做些什么 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个 当然是现在我们香港 面对的一些亦境 但其实我觉得香港 香港和香港人都有一种 逆境自强的精神 我刚才听到很多 比如深圳四十周年 有一则新闻有句话 我都有感受 以前香港去深圳 就是徒弟教师傅 现在类似兄弟互相合作 我又这样想 其实当年的师傅 都望都望 希望有一天 你都可以跟我 变成一个兄弟 这样去做 坊间你问每一个师傅 他都不想他的徒弟 永远是变成徒弟 我觉得在这个大家共同 彼此合作的环境 其实现在在香港 未来的优势 为什么一定要和国内接轨 目的不是说要做什么生意 大家去扩展什么大大项目 反而就是要彼此学习的机会 也都令到我们有个机会 去国内看回现在的发展情况 与其我们去放眼世界 看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先看自己 看完自己 因为你自己本身的DNA就是有一个历史 能不能够在这里 我很记得我们小时候 填直贯 其实为什么要填直贯 那时候我填直贯 之后我都未必回过我自己的乡下 但是你大了 你就开始有个想法 其实我那个乡下在哪里 里面有什么历史 有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做得到 以前的师徒的想法 去到现在的兄弟 为什么不可以多一些 在彼此上做多一些交流 同意 Howard 多年来 你帮助不同的社企和商界 去发掘弱势社群的优势 从而解决了他们在就业的问题 当中也面对了不少的挑战 你认为这些经验 帮不帮到手 去解决现在香港中小企 面对疫情的冲击呢 其实你问得很好 Vanessa 我们在做社企 经常有句话 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实你就想跟大家说 我们在社企的人才 并不是刻意去制造一个就业的机会给他 等于像现在 我们可能每个市民都派一万元 这个是我们制造一个资助给他 但其实之后都要靠他自力更新 我们都很希望用社企的精神 除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之外 是摆到一个对的纲位去发挥 我们很记得 其中以前我做社企里面 有很多残疾人士 他经常觉得在家里很想要一份工 他在等一份工 但奈何的就业市场 不能够认合他们 那我们就设计一个社会企业 去令到他有一个踏脚石 但他做得好的时候 其他大公司他会请回他 他真正地投入就业市场 现在看我们社企和中小企 如何面对这个疫情 一定要反迫归真 问自己的真正的竞争力在哪里 譬如今次疫情发生了很多供求 有少少不同了 很多人在家吃饭 多人少了出街 这个模式和你的生意 有没有少少的地方 可以增加到你现在 既然已经投资了固有成本 可否在那里再发挥多些呢 这就叫转型了 但你说每样生意都可以转型 如果每样生意都可以转型的话 那我就反过来 社会企业也会有剪较的 先止蝕 上的成本控制到最少 等到日后开关 日后越来越健康 各方面平静的时候 你就用充足的资源再来过 最后我想问 是什么能啟发你去投身 社会企业这个行业 利用你的专业知识 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这个想法 对解决目前香港社会 各种难题 又有没有帮助 这个也是在疫情的时候 有个机遇 很记得一月的时候 我都给《记者新闻》很大的感慨 在工厂大厦附近 很多人排队买口罩 公公婆婆过夜买 但也不是买三四核 而是买一核 其实是原来 我们才面对有一天 一个城市里面 是可以全部封关 我们要靠自给自助去做 所以当时我们就 跟了好几位前博 冯先生 丁先生 和我们一些好朋友 开了一个叫口罩博士的社会企业 当时为何要做口罩博士的社会企业 它有三个社会市民 第一个社会市民 很希望马上做到自给自足 口罩的供应 第二个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弱势社群 特别是南亚裔人士 他们很多时候在机场做事 完全失业 这个数目是不少的 我们透过这个训练 就叫他们做口罩专家 我们由选购材料 开始在这里做 而第三件事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当时 唯一一间的口罩公司 也是社会企业 跟全市场说 我们在买120元一盒 这个是说 2月3月的时候 是的 当时很开心 四百多五百元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胆说 120元50块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当时原材料 机器 还有很多人在里面 变成了一盘生意 不是当它是一个 要帮香港的事情 这个我们当时有点害怕 因为这样再进去 最后就是市民受负 一边是买贵的口罩 当然我们一出了这个信号之后 不单止市民是认同 我们最开心是看到什么呢 很多行家 我们都想象不到 短短六个月 香港变成了口罩之刀 有150间公司生产口罩 你想想多夸张 如果我们当时不是 做这个信号 给这个市场里面 很多人就开始看我们的价钱 就说 口罩博士是买120元 我们最好不要买得太贵了 不然别人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买这么贵 为什么我们可以买得这么便宜 其实我们全部计算成本 香港租金 当然是一定比国内会贵一点 但其实120元 已经够这个社会企业持续发展 今次和Howard谈了通关对香港 是有很关键的影响 如果香港一直很被动感受疫情拖累 不单止经济停滞 民生都会大受影响 香港要做到 不可以只是杀停所有交流 反而应该设法去保障通关的安全 社会才不会无限期地停滞不前 希望政府加快落实和国内通关的措施 请不吝点赞